小屁虎救尾巴 Hello, my name is Shannon. Today I will recite a story called 小屁虎救尾巴 從前有著小屁虎 牠在牆腳下捉蟲子 突然有小蛇咬住牠的尾巴 小屁虎用力一震 震撞尾巴逃走了 嗯,沒有尾巴多難看啊 小屁虎心想 讓我去借腳尾巴吧 小屁虎爬呀爬呀 爬到狗屎旁邊 才看見小魚甩著尾巴 游來游去 小屁虎說 小魚姐姐請您給我借腳尾巴,行嗎? 小魚說 不行啊,我還要用尾巴喝水呢 小屁虎 小屁虎告別了小魚 又向前爬去 小屁虎爬到一棵大樹上 他看見老黃牛甩著尾巴趕牛移 小屁虎爬 小黃牛,請您給我借腳尾巴,行嗎? 小黃牛說 不行啊,我還要用尾巴趕牛移呢 小屁虎爬,小小黃牛 小黃牛,又向前爬去 小屁虎爬累了,回到家裡去休息 小屁虎把尾巴的事情告訴了媽媽 妈妈眨了眨眼睛,笑着说,傻孩子,你转过身去看看,小屁股转身一看,笑着说,真有趣,我丢了一条旧尾巴,又长出了一条新尾巴了,谢谢。